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集 接一杯热水都能碰见人贩子 夏小兰觉得自己挺倒霉 这女人想干嘛 夏小兰才不会忍下一切和对方周旋 她没那功夫 直接问她是不是人贩子 胖女人休脑不已 要把夏小兰扯到一边 走走走 我们找人理论去 你就是人贩子 夏小兰力量上不敌胖女人 她另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周成给的电击器 她正准备给胖女人来个狠的 周围的人已经议论起来 有人上来劝架 大姐 人家小姑娘好像不认识你了 你抓上人家胳膊不放干啥呀 不会真的是人贩子吧 听说火车上有专门偷小孩 骗女人的人贩子 遇见年轻女同志 就说让去南方赚大钱 结果就是把人卖掉 城景呢 快 快去叫城景来 反正不能被拖走 夏小兰对这些劝架的人也挺警惕 她不能确定其中有没有胖女人的帮手 胖女人也不说她和夏小兰是否认识 就是撒泼要求夏小兰道歉 你说谁人贩子 小小年纪随便无赖人 不是个好东西 夏小兰被她烦得要死 没有当众拿出电击器 却狠狠踢了胖女人小腿一脚 小腿骨的疼痛感很强 胖女人一下就松手了 她又要去抓夏小兰 夏小兰已经大喊着 抓人贩子啦 抓人贩子 趁机退出了众人的包围圈 你站住 成警来了 被那个没和夏小兰说过话的 眼镜中年男人给带来的 中年男人背着手 说话特别有气度 同志 我们买了卧铺的票 要求的就是安静 这女人吵吵闹闹的 可能真是人贩子 这里是火车上 想跑都没地方 胖女人顿时就没有嚣张气焰 不过 她仍有些色力内人 你们说谁是人贩子 你们都是一伙的 污蔑好人 是不是人贩子 查证一下就知道了 夏小兰先把自己的情况讲了 介绍信交给程警艳看 我早上接热水的时候遇到她 她就缠着我问东问西 刚才更是抓住我不放 警察同志 我真不认识她 也不想和她有啥交往 胖女人自然要替自己辩解 没啥证据 程警也只能把胖女人批评教育一番 警告她不许再接近夏小兰 有啥了不起的 胖女人嘀咕着 狠狠瞪了夏小兰一眼 垂头丧气 留回自己的车厢 程警盯得太紧 胖女人和她男人在下一站 就提前下了车 这不是夏小兰的胜利 她只是逃过了一次危机 可谁知道 会不会有其他人被胖女人骗呢 谢谢您 夏小兰回卧铺车厢后 主动打破宁静 想戴眼镜的中年人致谢 对方拿着报纸点点头 却也没提其他 本来也是萍水相逢的旅人 火车旅途中短短的相处 帮忙叫来城警 就是有正义感 这人气质不同一般人 可能是个有身份地位的 人家不想多交谈 夏小兰也不惹人闲 不过她在吃东西时 就把带着的食物 都放到了靠窗的小桌上 您尝尝 中年男人根本不理会 散发着香味的卤肉 宜然自得吃着火车餐 夏小兰确定了 人家是真不愿意搭理她 好吧 她又不是抖M 经过胖女人一试 几个车厢三轿九流的人 意识到夏小兰的厉害 再没有类似的事发生 第二天早上 夏小兰平安到达 阳城火车站 有个黑黑的女人 刀举着木牌 写着夏小兰 夏小兰挤过去 同志你好 我就是夏小兰 女人咧开嘴笑 一口白牙很醒目 我哥让我接人的 他说周成请她帮忙 夏小兰又问了几句话 和周成约定的答案 都对得上号 这女人的确是周成请来的无疑 我姓白 叫白珍珠 我是六二年生的人 这就是比夏小兰大三岁 今年二十一岁 名字和肤色一对比 都让夏小兰不得不印象深刻 阳城这边的日照族 女孩子的皮肤 不如玉南省那边白皙 白珍珠也看上去 比十几年龄更大 但周成找来的人 也有她的长处 话不多 却也不冷落夏小兰 白珍珠性格有点像男孩子 力气也很大 夏小兰说 自己是来阳城批发女装的 白珍珠直接就带她 去了火车站旁边 批发市场总不会离火车站太远 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大宗的货物需要靠火车运输 在今后很多年里 阳城的服装批发市场 一度掌握着全国50%以上的货品量 各省的服装批发市场 也从阳城拿货 最前沿的一手货员就在这里 然而后世 人尽皆知的几个大服装批发市场 还没有被统一管理 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路牌指引 白珍珠给夏小兰找了招待所 下午时分带她去有名的西湖夜市和黄花夜市 大鹏市的摊位随便签了电灯照明 更多的是路边摊 地上铺着花油布 衣服就那么一堆堆冒着尖 进货的人根本连看都懒得看 抓起衣服就往蛇皮袋里装 此起彼伏的声音扰乱着心神 夏小兰并不急着下手 一家家看过去 她提着的袋子里一件衣服都没装 白珍珠紧紧紧跟着她 怕她被当地人欺负 白珍珠就是典型的阳城人长相 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地方口音 谁也别想轻易糊弄她 夏小兰瞧不上那些特别廉价的衣服 要进那些货 她实在不必跑这么远 把所有摊位都看过一遍 夏小兰才选中了两个摊子 同样是搞批发 这摊子没把衣服胡乱堆着 一件件挂起来 大概是熨烫过 衣服看起来特别有质感 夏小兰轻轻摸了摸衣料 老板 这件多少钱 你要零买还是批发 批发 我不止要一件的 批发是三块 零售就十六块 别的摊位 这样的一件圆领毛衣只要几块 这家却要十三元 批发价就贵了一倍 白珍珠拎着衣服 别把我们当外地人宰 老板呵呵直笑 夏小兰摸着毛衣的面料 这衣服用的毛线更软和 领口那里有一圈蕾丝花边 用透明的线缝着彩色的珠子 这样的毛衣 商都市的女人们会喜欢的 贵点也无妨 有哪几个颜色 我每个颜色带两件 红色白色和黑色是主打色 夏小兰很喜欢这款式 连姜黄色都拿了两件 逃出真金白银来进货 老板也笑脸迎人 你这妹子爽快 我这里还有新货 老板从摊子下面拽出一个大口袋 从里面拿出所谓的新款 夏小兰把衣服抖开铺平 果然是很漂亮 白色和绿色的线织成了枫叶图案 领子也是翻领而不是圆领 这样的衣服商都还能当秋衣穿 天气再冷点就穿在里面也行呢 的确是不愁卖的款式 夏小兰觉得绿色的最好看 其次就是天蓝色 这水汪汪的蓝更娇嫩活泼 与沉闷的国防绿和蓝蚂蚁 是不同的感觉 80年代的女人们 不是喜欢穿公农色 而是市场没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 夏小兰却专门挑颜色大胆 新奇的款 她相信这样的衣服能卖出去 喇叭裤也是奇装一服 七八年妄想和追捕两部日本电影 风靡划国 也让喇叭裤进入年轻人的视线 大胆和不正经 年轻人们从心底渴望不平庸 他们需要不一样的打扮来彰显自己 商都市有人会接受这种心潮 夏小兰果断出手 拿了几条喇叭裤 感谢这时候的人身材普遍苗条 一个款她最多带两个马 大部分顾客都能把自己 塞进小马和中马的衣服裤子里 穿大马的女性已经算丰满 XL以上的马 要不就是胡吃海喝不缺钱的主 要不就是喝凉水都会胖的体质